电影与你而言代表着什么 是一台能够创造世外桃源 让你逃入其中 躲避人世纷扰的造梦机器 是一秒二十四格的真理 如一桶开阔眼界 颠覆认知的醍醐 又或是一段雕刻后的时光 流淌到荧幕之外 延长你三倍的人生 至少对侠叔来说 正是因为喜欢电影 才做了这个账号 到如今已经讲了不少电影 新的老的 好的坏的 是不是还盘点些 有的没的 如果此时在看视频的你 也是一名影迷 那么恭喜你 本期视频将会和以往 有那么一点点不同 因为它将是一期盘点 这次呢 咱不盘新片 也不盘啥恐怖片 科幻片 爱情片 这些常规的类型片 咱盘点不一样的 亚类型电影 经分片或者循环片 它们都是类型片的常用题材 听名字就知道 经分片自然是有关精神分裂 多重人格的电影 而循环片这个题材呢 主角往往被困在一段时间里 无限循环 这两种电影 都远离家长里短 在日常生活中 十分罕见 毕竟精神病人 你大概也没见过 而除了看霞叔的视频 开洗脑循环 也肯定没困在 时间循环里过 什么 你说你没见过精神病人 但被困在时间循环里过 还不是看霞叔的视频 那霞叔觉得你应该重新 审视一下自己说的话 也顺便审视一下自己 好了 时间也水得差不多了 本期视频就到此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都正经点啊 本期的盘点 全凭个人喜好 会给大家推荐 八部精分片 其中以经典老片为主 多数都是 有口接杯的 好电影 如果出现你看过 但不喜欢的电影 你可以在公屏上打下 就这 如果出现你没看过 但想看的片子 你也可以用 想看的弹幕示意 那话不多说 从精分片开始 开盘 第八名 一级恐惧 推荐指数四颗星 爱德华诺顿饰演的阿伦 残忍杀害了一名主教 却对行凶过程毫无记忆 专为凶手辩护的 著名律师找上门来 要为阿伦脱罪 在医生的鉴定下 我们得知阿伦隐藏着 另一重邪恶的人格 罗伊 本片将阿伦的精神病 当作佐料 将侧重点放在法庭戏上 实际上更像一部绿正片 而结尾反转皆是的真相 是本片最关键的那一记 调味品 在这个世界上 即使你贯彻自己内心的正义 却仍然难免遭到 邪恶的嘲弄 第七名 美丽心灵 推荐指数四颗星 这部传记片 讲述了著名数学家 纳什的一生 这个拥有美丽心灵的男人 一辈子在与精神疾病抗衡 仍在数学领域 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如果你不了解这个人 相信你也听过 纳什均衡 或囚徒困境这些理论 没听过 建议自己白度下 还指望这里给你科普吗 侠叔从来不做科普 反正如果有的选 侠叔是不愿意承受 纳什的这份苦难 拖累身边人来换取那份卓越 第六名 黑天鹅 推荐指数四颗星 女主纳塔利·波特曼 是不少人的女神 导演达伦的梦之安魂曲 是我的噩梦 两人合作呈现的这支芭蕾舞 可谓惊心动魄 白与黑代表女主的两个面 其实很多女人都有两张面旁 愿你身边的人在对待你时 永远不会拿出黑色的那一面 唉 说多了都是累 不提也罢 第五名 致命ID 推荐指数四星半 作为一部经典精分片 它刻画精分的形式与众不同 暴风雪山庄模式的外壳 暗黑的内核 震撼的反转 没看过的 建议先不要看任何评论 只要没人剧透 你一定猜不到这结尾 第四名 搏击俱乐部 推荐指数四星半 本片是影迷入门级片单的常客 相信没人没看过 有了一级恐惧的经验 爱德华诺顿研精神病 可算是信手拈来 但其实 霞叔不认为精分是本片的重点 因为就算是一名正常人 也总是在与自己进行博弈 比如屏幕前的你 可能连午饭吃啥都得纠结 大概得博弈一个半个小时吧 言归正传 片中不辣的皮特饰演的另一种人格 其实就像一个苦闷生活的发泄口 又有点像月亮与六变式的抉择 遵循内心当然值得称赞 但大可不必憎恶现实 六变式的生活没有那么不堪 要尝试感受它的美好 不然你试试点个赞 投两个变式 下数就有了动力 做的视频更精彩 你也看得更开心 生活不就更美好了 当做投资也是稳赚不亏啊 马丁斯科赛斯 一个影迷必定绕不开的名字 影响力和地位最高的在世导演之一 作为一名实力派演员 莱奥纳多迪卡普里奥 励志的演艺生涯被奉为佳话 同样是一部无数人观摩过的经典 本片中设置的诸多隐喻 与结尾的留白 引发了影迷剧烈的争议 有人支持经分说 有人支持阴谋论 似乎有不少可琢磨的空间 但在霞树看来 本片的真相其实早就交代得十分明了 阴谋论的观点 无法解释许多细节的有意为之和精心设置 解读电影不能脱离电影文本提供的信息 尤其还是这么一部讲究的电影 这就叫有人说霞树不帅 那完全是信口死黄 不一句事实胡说八道 第二名 惊魂记 推荐指数 五颗星 西区柯克 惊悚悬疑片大师 如果没有他对电影语言的开发和贡献 如今的电影大概会单调与暗淡许多 在镜头语言层面 西区柯克的迷魂记 创造了经典的西区柯克变焦这种拍摄手法 而他的夺魂锁 大概是影史最早的尾一镜到底电影 因为那个年代的技术限制 胶片摄影机一次只能拍摄十分钟 所以剧组只好利用遮挡停机再拍 用多个十分钟的长镜头 拼接出了这部情节氛围 引人入胜的惊悚片 而本次片单的榜眼《惊魂记》 是西胖知名度最高的代表作 就算你没看过这部电影 你也一定听过这个音乐 没错 这个音乐就是出自其中 是影史最有代表性的名场面之一 而本片结尾的神反转 霞叔当时看完也是震撼一整年 可以说本片是影响后来诸多精分片的鼻祖之一 为什么只是之一 因为有一部更早的精分片 那就是本次片单的第一名 它就是 嘿嘿 霞叔决定卖个关子 因为这部电影 也将会在接下来的循环片盘点中出现 因为它不只是精分片的鼻祖 同时还是循环片的开宗立派之作 它的概念超前数十载 本该被后世捧上神坛 成为借鉴 模仿 致敬 以及抄袭的蓝本 然而它似乎被后世的影迷所遗忘 被丢在了冷门老片的角落 孤方自赏 它会静候着作为影迷的你 去影史的废墟中拾出它 然后惊呼一句 牛逼 去影史的废墟中拾出它 去影史的废墟中拾出它